好 那我們今天來上自持相像機啊 好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個自持相像機 我們為什麼要學這個新東西啊 就是首先齁 就是現在 支持相像機 這些名字齁 你應該聽不懂嘛 對不對 我們上一節課 教的那個什麼 決策術啊 隨機森林啊 或者是什麼 前面教的什麼 靜靈法啊 然後什麼 樸素貝葉斯 那些 樸素貝葉斯當然這個名字也有點難懂 但是 再怎麼難懂也不可能有這個難懂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 等一下我們會一個一個把這些東西講完 好 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我們在做非線性分析主要遇到的問題 你先不要考慮決策術喔 因為決策術 決策術是一個很獨立的方法 那我們在做非線性分析主要遇到的問題 就是希望可以自動做通通工程嘛 對不對 那上上節課我們教了多層感知機 然後我們發現 就是他可以自動做通通工程 對不對 好 可是啊 就是他其實有一個問題啦 就是 呃 就是如果說 這個就是 如果說他的那個層數如果太深的時候 他會遇到一些數學問題 當然那個數學問題齁 我在上上節課是沒有展示的 就是他其實 呃 會遇到 就是他那個那個問題齁 導致 呃 2012 年以前 2012 年以前 那個方法其實不太流行 那現在當然因為那個 呃 深度學習技術 呃 真的是有一些數學上的突破 所以說 在那之後 就是 呃 我上上節課教的東西裡面組 那我今天要教的是 就是在這個 呃 我上上節課教的東西 呃 呃 你們應該有看到我用了一篇paper 1986年的 Natural paper 對不對 這個 欸 結果那個 我後面居然沒有放 我講這個的時候突然想到 我不是有說那三個人頭 那三個人頭有一個人很重要嗎 結果 欸 結果我把他刪掉了 忘記了 好 沒關係 那三個人頭其中有一個人啊 就是那個 Jeffrey Hinton 他是 他應該就被叫人工智慧之父啦 因為後面 很多的那個 很多的那個 研究都是他的 這樣子啦 好 Jeffrey Hinton 在 那個 他個人在 Google Scholar 上 中生引用次數已經六十幾萬次啦 那 好像是世界第一吧 好像是世界第一 那 我說的世界第一 是不是說電腦科學領域喔 是全部的 那 那個 那我今天要教的知識相像機 是在1982年代到2012年中間 最重要的一個分析方法 那他的方法非常的特別 就是他在做非線性的特徵工程 那他的方法是 就是我希望可以自動做盡可能多的特徵工程 就是產生更多變相嘛 對不對 那個 多層感知機的那個特徵工程 雖然說是自動做的 可是你給他的神經人的數目 就決定了他可以自動做多少個特徵工程 我們應該要看到就是 如果你只給他兩個神經人的時候 他只會畫一個斜線對不對 你給他很多個的時候 他就會畫出很複雜的邊界對吧 有這個印象吧 好 可是再複雜也不可能到無線 什麼叫無線呢 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的夢想 是希望做出無線的特徵工程 產生無線多個變相 我們絕對不可能做出無線多個變相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改變我們的數學問題 支持向上機就在做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我希望把一個低微空間的物體 投影到高微 投影到高微就是在製造特徵工程 是在做特徵工程啊 那他要投影到多高微咧 來我先跟大家劇透無線多微 無線多微的空間去進行運算 那下一節課才會講具體怎麼做無線多微的投影 那我們這節課要先把數學的基本知識把它湊齊 好 你已經知道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教知識向上機他厲害在哪裡了吧 對不對 他把數學問題改了喔 他改變了數學問題的看法 我們本來是要用 就是我們本來是 我們如果建立X對Y的預測 我們本來是就是Y等於 主要說什麼 主要說AX加B 類似這樣給係數嘛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把它變無線多微咧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他怎麼做的 好 首先喔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來看一下 看一個簡單的問題 就是我們把這些點畫在上面 好 我真的很希望這個方法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把這個 四個點放在這個 就是圖上面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啊 這個題目一樣你回答可以加分喔 你覺得如果我要畫一條線 要分割紅點跟藍點怎麼畫比較好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你要講嗎 來 講 你說怎麼畫這樣畫 你覺得這樣畫比較好嗎 還是這樣畫 你這樣畫也可以啊 你這樣畫也可以 你這樣畫也可以 這樣畫也可以 那這樣畫也可以 你覺得怎麼樣畫比較好 來 1 2 然後3 這樣怎麼樣畫比較好 你覺得 有人覺得2比較好 2這樣比較好嗎 好 那我們都講理由好了 都跟你們加分 來來 你先講 你覺得哪個比較好 1 1 2 3 怎麼樣比較好 3個方法都可以完全分割喔 但怎麼樣畫比較好 來 第一個 第一位同學你講一下好不好 你1 沒有沒有沒有 我 他們3個都可以 都是答案好不好 不要害怕 我現在只問你說 為什麼你覺得1比較好 你說1比較好 那你為什麼覺得1比較好 在最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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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 來那你剛剛回答1的 來再來 我是想說 就是 就是 這樣不好 1吧 我是覺得1 你也是覺得1比較好 就是 兩個到線的距離是比較 就是比較 比較平均 比較均分 好來講更具體 都很好都加分 2的咧 2的 這樣 這樣好在哪裡 不知道 就直覺 欸搞不好等一下開獎出來是2啊 對不對 大家不要害怕 不要 你們已經被很多問題騙過啦 對不對 怎麼了 你要講什麼 這感覺 就是 所有點到線 是不是 2 你說2的話 2的話所有點到線 你是這個點對線的距離最小 可是這個離很遠 呃 呃 就是至少紅點離的比較近嘛 這樣 所以 你比較傾向以紅點 或者是 到時候也可以以藍點 但是畫一條線這樣 好 這個 這個 都我覺得都很有道理啊 好不好 等一下都跟助教說要加分 這個沒有問題 都加1分好了啦 沒有關係啊 好 好 要大放送了 不然等一下後面我怕沒有人會回答 好 那我來講一下 呃 我們個人 對不對 這個不是說 就是 呃 我沒有覺得哪一個方法真的比較好 可是 無論如何 我們如果要繼續解數學式的話 我們必須得定義一個 我們換個講法 就是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在 做人工智慧的時候 我說要先用predict function 對不對 然後定個loss function 對不對 那個loss function 我們很知道 我們就說 到底要平方還是要絕對值 我們那個時候就說 沒有標準答案 完全看 開心對不對 那 只是說 之前的人是解平方 他在最大蓋斯估計法 有些邏輯 但是 並不是絕對值的不能用喔 所以我先講 這三個方法沒有哪一個比較好 可是為了解數學問題 我們還是得定義一下哪一個 哪一個比較好 可是這數學上好喔 這不是真的比較好喔 好不好 是不是真的比較好 是 就是 到時候 你在training data裡面做了 你在redention data上看哪一個比較準 可是這個是case by case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我們現在教一個數學上的解法 我們覺得 這樣比較好 就是E比較好 為什麼勒 因為 的確我們就希望 是等距的 我們希望 紅點跟藍點 離這條線是等距的 可是這個之後有一個問題喔 這個點跟線的距離 和這個點和線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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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是等距的對不對 可是這個點有等距嗎 可是問題是你有辦法畫一條線 讓這個點和一條直線喔 讓這個點和線的距離 和其他三個點一樣嗎 你做不到這件事對不對 你可以同意這一點吧 所以這條線是怎麼畫出來的 我們先同意說要畫這條線 就是我們希望讓 這些點跟這條線的距離是等距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是這條線 這個點被我們去掉了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把我們的數學問題 重新描述一下 我希望找出一條分割邊界 讓離這個線最近的點 的距離是等距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最小距離的點是等距的 那這樣我們不可避免的 就會捨棄掉一些離的太遠的點 對不對 好我跟大家講 我們把這些 那所以說其實這四個樣本 這四個Sample裡面 形成這條線的 點 其實這三個對不對 其實這三個 我們就把這個形成這條線的點 這三個點 叫做支持向量 Support Vector Support Vector 就是這個字 這樣有沒有感覺有支持的感覺 有齁 等一下我們後面再劇透了好不好 所以這個點其實不重要的 如果我只是要畫出這條線 這個點其實不重要 這樣有沒有這個Sample 或者我們這邊再多個藍點 其實也沒有意義 還是畫這條線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為什麼好 是因為是因為這個樣子 這個我們兩條平行線畫出來之後 就應該就看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我們現在重新定一下問題 看著我們的問題 我們想要找到一條線 能夠完美切割這些點 這些點 這個是前提啦 所以我不可能找這條線這樣可以吧 第二個前提是 第二個前提是 我想要 讓這條線 離最接近的點 要最遠 這句話有點饒口 再想一下 你畫出一條線之後 你一定可以去計算 所有的點 離這條線的距離是多少 對不對 那你希望找出 離這條線最接近的點 而這個數字 要最大 那這就是我要找的線 再想一下 我現在在講這句話 好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我們要寫數學式囉 有沒有人現在看不懂下面這句話的 可以嗎都可以喔 結局看得懂嗎 結局在放空 結局可以 好那我們來 好那我們來 我們來定義一下這條線的方程式好了 我們先定義這條線的方程式喔 黑線的這條線喔 現在有黑線 就是實線跟虛線兩條線喔 兩種線 我們把實線定義為 W0加W1X1加W2X2 注意喔 這是這一條實線 給我任意 W0 W1 W2 我可以在這邊畫出任意 一條直線 這件事情大家同意嗎 這件事情大家同意嗎 給我任意 任意三個 W0 W1 W2 我就可以畫出任意直線 但是這裡是等於0喔 你如果覺得很難理解的話 你把它想成 你總是可以同意 Y等於AX加B 可以畫出條線吧 可以接受吧 那你現在給 你現在把這個 你現在把他稍微移向一下以後 一定可以畫成這個 AX加B-Y的0 對不對 所以說 現在我怎麼會 我多了一個 我多了一個參數 那一定 這條式子已經成立了 對不對 我現在只是把它改成 AX加B 本來是-Y 對不對 我把它改成加CY 等於0 所以 一定 給定任意的W0 W1 W2 一定可以畫出一條線 這個我們同意對不對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數學士 你關心你們要知道喔 就是本來 我如果要畫出一條線 直線 其實只要兩個參數就夠了 對不對 是不是只要兩個參數就夠 我只要A XA跟B AX加B 我就可以畫出一條線了 對不對 我現在給了第三個參數 所以 同一條線 其實有無限多組 W0 W1 W2的組合可以畫出來 舉例來說這裡是2 3 4 絕對可以換成468 對不對 他們一起除以2就相等了 對不對 可以接受 所以這一條方程式 我現在先定出來喔 但你要知道它的特性 它的特性是同時有好多 W0 W1 W2的組合 可以畫出同樣的線 但是那條線確定了以後 這個這個比例應該就確定了 這樣可以 好那注意一件事情喔 這個按照剛剛的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這條線 他應該是W0等於1 W1等於-1 W2等於1 這條線 可以滿足這條黑線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透過簡單的一項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算出這條線了 這條 這個我就不算了 好不好 那當然 1-1 1可以 2-2 2也可以 同意吧 好 如果同意的話 那我們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現在來計算 所有點到這條線的距離 而這條線我已經確定了 這條線就是 1-1 加上x2 等於0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要怎麼算距離呢 距離可以這樣算 就是 如果你想要計算 這一條 所有任何一個點就是 x1 x2 到這裡的距離 而你可以透過下列這個函數去計算 好 那這裡啊 這裡這個 這個算點到線的距離 這個 這個 大家 我們這邊就 直接給大家 答案應該怎麼算就好了 這個推檔非常簡單啊 你自己推好不好 這個 計算距離這東西 我總不可能搞花樣了 這樣可以 好來 那我們現在來 我現在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寫個函數 叫 distance function 這個distance function 就是給定我任意兩個點 我如果W0 W1 W2 的參數是固定的話 我就可以算出這個點到這條線的距離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我們算一下 欸 0.7 可以接受吧 這是0000 是不是這個點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點是22對不對 來計算一下 22 好可以接受 這個點是多少 好 0.2 20對不對 好再算 可以接受 這個點是30對不對 好 那所以他的最小值 最接近的點是哪些 這三個點對不對 那的最大值是多少 0.7 可以接受吧 如果我們今天這邊數字 就是隨便換一個 假如說0.9 1.2 我們再來計算一下 好 1.1 這個變近了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來計算一下 20 欸 0.44 好 然後22 好 1.4 然後 00 好 0.8 所以 我換了一條線 但這四個點 最接近的點 變成了他對不對 他的值是不是比0.7來的小 所以我要上面這條線 不要下面這條線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可以接受 好可以接受 你就聽懂我的意思囉 那距離 這一條距離 距離 跟這個 x1 x2 和 w 和距離的關係 是要寫成這個樣子 根號 w1的平方 加上w2的平方 分之1 乘上 向量內積 的 絕對值 這樣可以接受 絕對值這件事情 是 呃 絕對值這件事情是這個就是 呃 呃 等一下我會把它去掉哦 我等一下會 等一下我寫數學式的時候就會寫下來 好不好 來 好 絕對值啊 有絕對值我們在運算的時候啊 其實是非常討厭的 就是我們的數學式我們等一下如果要解數學式的時候 有用到絕對值那都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有一個if else在裡面嘛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做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要求 這條線要完美分割藍點和紅點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啊 這個 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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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點我就希望 我可以給他一個y嘛對不對 藍點的y是1 紅點的y是-1 藍點 一個他反正就一正一負就好了 那如果我可以把y 乘進這裡面 就是我把絕對值換成y乘以這個數字 那對於紅點呢 藍點來說我就要保持這裡都是正的 對於紅點來說 我就要保持 哎反正乘上負號之後 他都是他都是正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所以啊 這個這邊我就這邊我就不貼了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把距離公式寫成這個樣子 好這個距離公式啊 我覺得 大家不用管說這個距離公式怎麼推導出來 可是雖然我們等一下要對他進行後面的推導 可是這個 你只要這個距離公式可以有很多種寫法 距離公式可以有很多種寫法 可是我要以這個形態繼續下去推導 大家只要注意這件事情就好 這樣可以接受吧 至於這個距離公式對不對 我們先跳過 那我們這個很簡單可以推導 但是你去計算他總是能夠算出來 這是真的對的這樣可以接受 好 好注意喔 注意我們怎麼寫的喔 來 WT WT就是W向量 W1 W2 B是W0 B是W0這樣可以接受啊 WT乘上X的內積 加上B 所以Y 再分之 W的 這個符號就是 W1 平方加上W2 平方開根號 這個符號就是這個意思 分之1 這個就是距離 我們先同意這個距離公式 同意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實際上要怎麼算喔 我們希望做的事情是 計算每一個X 的Distance 就是給定一個W 這個W現在是位之數喔 把所有的X跟Y的組合 把他丟進這個計算公式裡面 你會算出一堆距離 對不對 然後 這個一堆距離裡面 你要找最小的那個 因為你要離最接近的點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你最距離最小的點 你可以表示成 minima 的 這一個距離公式可以接受吧 然後接著你希望最大化他 所以這是我求解的目標 我求解的目標長成這個樣子 大家可不可以接受 應該可以接受吧 我首先要先 這個是距離公式嘛 對不對 我首先要先把所有點的距離算出來 接著我希望找出最小 最距離最接近的點 然後我要最大化這整個東西 然後我找出一組W 讓這個式子最大化 這就是我的求解目標了 對吧 我現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很像在定Loss Function 你可以接受嗎 只是我們今天的Loss Function 稍微複雜一點 所有人都同意吧 所有人都同意哦 好 我們先確定一下你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 這件事情我剛剛講過 就是這個縮放 我們是可以縮放的 可以接受吧 就是1-11和3-33是一樣的 縮放是沒有意義的 縮放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現在還想加上個條件 我們現在加上個條件 就是我們希望 這裡這兩條線是 這兩這一條個虛線跟實線 和這個虛線和下面的虛線 實線和下面虛線 他們是等距的 這個我們可以接受吧 這個跟這個是等距的 而且這符合我們的 求解目標的要求 我們希望找出一個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虛線是有碰到點的線 我們希望找出兩條 那我們把這一條線 後面的係數從0改成1 這一條線的係數從0改成-1 那因為這兩個 一個是1一個是-1 你也可以改成2跟-2 那這裡就是等距的 1跟-1代表的是 這條線跟這 這裡的距離和這裡的距離 是等距還是要幾比幾 如果你認為你應該要離紅點近一點 離藍點遠一點 那你可以把這裡改成2 那他的這條線就是1比2 這樣可以接受吧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這邊的1跟-1 只是希望他等距哦 你加上了這個條件了以後 注意哦 虛線上面的點 虛線上面的點 就是在這一條線上的 在這一條線上 他會滿足這個方程式哦 虛線上的點會滿足這個方程式哦 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有一個 注意這件事情 虛線 會不會有人在虛線以內 不會 不會有人在虛線以內哦 因為如果你的這個市值是滿成立的話 你真的找到了一條 你真的找到了一條 實現 W1 W2 W0 W1 W2 能夠完美分割的話 那 虛線上的點就是最接近 實現的點 而且 他會剛好相等哦 所以所有的點是不是都會 這是在虛線上的點哦 虛線上的點 這個市值帶進去就會成立嘛對不對 否則他怎麼會在虛線呢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 所以說 剛好在虛線上的點 第一 他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是 他就是那個我要找的最小的點 距離最近的點對不對 也是我們的支持向量 可以接受嗎 也是我們支持向量 他會滿足這些市值 所以 WT乘上X WT乘上X 就是W1 X1 加上W2 X2 對不對 加B 加B就是加W0 他要嘛 就等於1 要嘛就是等於-1 可以接受嗎 因為這是我的定義嘛 到此為止都是我的定義哦 他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數學哦 應該沒有什麼跳不過去的坎 那 他要嘛等於1 要嘛等於-1 這個好麻煩啊 那我們給他前面乘上Y好不好 舉例來說 紅點是等於-1的 藍點是等於1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如果紅點的Y是-1 藍點的Y是-1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改寫成 Y乘上WT WT W跟X的內積加B 再乘上Y 就等於1 這是剛好在點上面的 剛好在線上面的點 支持項量必須滿足這個條件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哦 這是支持項量需要滿足的條件 那我希望 最小的 最接近的點 需要等於1 這是我的約束條件 這是我的約束條件哦 約束條件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這一件事情是一定要成立的 他不能違反哦 他一定得成立 聽懂我意思嗎 怎麼了 你有聽 你看起來 對 WT 我剛說前面W 我這邊有講 W就是W1 W2的項量 那 X就是X1 X2 所以這兩個項量內積 是不是就等於 前面這一串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加B B就是W0 我只是現在把它分開 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我為什麼要寫成這個樣子哦 是因為等一下這樣比較 不容易弄混 比較好推 比較好那個 就是比較好等一下去做那個 就是推倒 好 所以你現在同意一件事情吧 這個事情是一定要滿足的哦 因為最接近這條線的點 也就是最小值 最小值剛好要等於1 所以 這個事情叫約束條件 我們重新整理一下式子 我們希望 最大化這個東西對不對 我們希望最大化這個東西 那 後面的這一包 後面這一包是不是我們的約束條件 他最小最小是多少 1 而且他剛好就只會等1 看著我們這裡的約束條件 這個數字在上面點剛好會等1對不對 這個數字一定是大於等1 可以接受吧 這個數字一定會大於等1 可以接受嗎 那 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它是什麼 W1的平方加W2的平方開根號 所以它絕對是個正數 它絕對是個正數 可以接受嗎 那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一旦確定了以後 最小化的這個數字 它因為它是個正數 因為它是個正數 所以說這個東西一旦固定 這裡最小 因為你要最小化 所以這裡最小就是1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的題目 我的求解目標變成我要最大化 這個東西乘以1 因為最小的這一包一定是這個乘以1 可以接受嗎 這個東西等於1的時候是在哪裡 在虛線上的點對不對 不在虛線上的點 這個數這個這一包絕對大於1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的最小化這一包 是不是就等於 這個分之1乘以1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的求解目標變成了 最大化 W 分之1 W的這個 這個東西我不會念了 好不好 就是 這個 我求解目標變成了最大化這個對不對 但是我要給一個 給一個約束條件 這個約束條件是 Y乘上 WX的項鍊內機 加上B 它最小值必須等於1 我把這個式子 換成這個式子 有沒有人不能接受的 應該可以接受吧 都可以接受 好那這個我還可以再換一下 這個 minima 這個東西是不是很討厭 這個東西很討厭啊 因為我要求 我要求出所有的點 對不對 我要求出所有的點 然後再去計算它的最小值 這個東西很討厭 可是我可以把它改寫成 這個式子它大於等於1對不對 如果所有的點都大於等於1 如果所有的點都大於等於1 那 是不是 這個是 這個式子絕對可以 這個絕對就是 這個 所有點都大於等於1 看起來 把最小值去掉一定可以換成這個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有個地方可能不能接受 如果所有點都大於1 比如說最小值是2 它有滿足這個條件嗎 沒有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條件比這個條件來的寬鬆 可以接受吧 這個條件比他寬鬆 那我這樣置換 我把這個換成這個會不會有問題 我來跟大家講不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最大化這個 如果這個數字 舉例來說所有最小值是等於1.2 它滿足這個條件對不對 最小值是1.2 它滿足這個條件 但是不滿足這個條件 對嗎可以接受吧 可是如果最小值是1.2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讓W 除以1.2 X是固定的 我不能改 W跟B都除以1.2 可以接受嗎 W跟B都除以1.2 那這個數字就滿足了嗎 對不對 那W跟B都除以1.2之後 數字是不是變小了 W數字變小這個數字會不會比較大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很重要前提哦 如果因為我的求解目標是最大化這個東西 所以說我這個跟這個完全等價 這件事有聽懂嗎 因為如果你找出了最大化的這個以後 你這樣寫 它最接近的那個點必然就等於1 因為假設你真的找到了1.2的話 那你就可以這樣W再更小一點 那這個數字就會更大一點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接受 好 那所以我現在可以 把這個式子我已經同意了以後 我再把這個式子給換下來 這個連我都不會念了好不好 最大化這個東西是不是等於最小化 他 他是什麼 W1的平方加W2的平方開根號 對不對 最小化他 開根號可不可以去掉 根號可以去掉對不對 最小化一個開根號的東西和最小化他本人 意思是一樣的 好 那他可以怎麼寫呢 他可以寫成W1的平方加W2的平方 可以寫成W自己的內積 W跟W內積 所以寫成這個樣子 前面加個1 2 有加跟沒有加是一樣的 1 2 只是等一下要推倒的時候方便加的 所以從上面的式子換成下面的式子 大家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齁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現在式子已經變得 已經跟第一個式子已經差非常非常多了 雖然每一步好像都可以接受 你們注意喔 我要求的這個式子就是我前面 我在講這件事情喔 我要找一條線能完美切割這些點 這條線要離最接近的點要最遠 被我改寫成了這個式子 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現在來 這是我們的什麼 這是我們的Loss對不對 我們的Loss是不是這個 這是我們的Loss喔 我們的Loss就是 W自己 W 內積 W跟W內積 之後1 2 可以接受吧 這個式子 是我們的Loss 所以我們的Loss如果畫成圖的話 會長這個樣子 是圓喔 同心圓喔 00的地方一定是最小的 你現在不考慮這個啦 你不要考慮它 你不要考慮它的話 你不要考慮它的話 是不是 00丁最小的嗎 可以接受吧 然後1 1跟-1-1是一樣的 所以你不要考慮 下面這個的話 Loss應該畫成這個樣子 那X呢 X是我們的 我們的約束條件 是我們的X對不對 我們在這裡對不對 我們的約束條件是什麼 所有東西要大1 所以如果我們的W啊 W1跟W2 如果落在 灰色的範圍內 它是不成立的喔 這個式子會不成立 你現在隨便找一組 這個 W1是5 W2是0 然後 你直接帶進去 你會發現它不成立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目標 這個W W的內積 W的內積 對於你任意的X跟Y的組合 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都是長這樣 因為這裡面沒有 你的Loss裡面 並不包含樣本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在通常 我們在求Loss Function的時候 那個Loss Function裡面 都會包含樣本對不對 可是今天我們的樣本 不在上面喔 我們的樣本變成在下面 我們的樣本變成是給約束條件 而不是直接改變Loss 任何一個 你如果要做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時候 任意的樣本 並不會改變你的 要Max Minima的目標 這樣可以喔 好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的求解目標是這個了 好注意大家 大家注意件事情喔 這邊我們要跳過一個東西 不然 課會上不完 但是我會用套件去解它 就是 你要知道的是 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用微分解 這邊要用到一些線性代數的技巧 這個 這個學校沒有這種課 我跟大家講 我要教這也可以 但是 前面基礎知識太多 所以我把它跳過了 那我們就 我們就假設這個東西跟MLE 那個是一樣的 還記不記得我們在前幾個課 有教大家 在我們還不會T度下樣法 也不會蒙蒂卡羅法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用了一個函數叫MLE 直接去解 記得這件事情嗎 在我們教完這個 這個第五課 第五課的時候我們直接教大家做這件事情 好05 我們這個時候我們不會解它嘛對不對 而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用了一個 MLE這個函數去解 好 MLE 現在你已經知道MLE的背後是什麼 這樣可以吧 可是它不影響我們去解題對不對 所以我要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我們有跳過一個東西 而且這個是要花時間額外學的 這叫二次規劃 我們現在用套件解二次規劃問題 可是 跳過這個部分不會影響你理解SupportVector Machine 因為 你重點是寫出一個預測方程式 而這個預測方程式 可以把低微空間的物體 投影到無限多維 我還沒有講到這一步 我下一節課才會講這一步 可是你要知道我們還是跳過了一個 解這個問題的方法 我只是跳過的 好那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問題是二次規劃問題 二次規劃問題如果你打開Wikipedia 你會看到二次規劃的問題是 一種很特殊的最後化問題 他要解的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限制條件 然後要找出 這個最小 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套件 有一個套件 叫Solve. 這個QuantProgram 的簡稱 就是二次規劃 的這個簡稱 這個套件的Solve.QP 這個函數 可以幫助我們去解這個問題 解什麼問題呢 minima 2分之1 b 這個b 這個b 就是你要他求的東西 b 是你要他求的東西 d 是以支數 d matrix 是以支數 這個b 又是你要他求的東西 減掉 d d也是以支數 b 是你要他求的東西 subject to 這個就是約束條件 a 是以支的東西 b 是你要他求的東西 b 也是以支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 把這個式子 跟這個式子 把它 用下來 也就是說當你填入 適當的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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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適當的b0 以後 這兩個式子會完全相等 那我就可以去求b 我求b 等於求我的w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兩個式子怎麼樣看成一樣呢 你看這兩個式子怎麼把它變成一模一樣哦 這個項目你把它捨去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怎麼捨去 你的d裡面通都是0就捨去了 可以接受嗎 你如果給他填那個d 這裡通都是0 這裡通都是0 這兩個箱層有減是不是等於沒減 不管b是多少都等於沒減 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接著 這個d b乘上大d乘上b 要等於w 要等於w乘以w 那我的d就是這樣子 那我的d就是這樣子 注意你看我怎麼解哦 我的大b 我的小b 等於b 和w1w2 這個b你可以把它想成是w0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東西乘上這個矩陣之後會變什麼 w1w2 這個被我去掉了 可以接受吧 你如果這兩個相乘的話 你會發現 你會剩下一個矩陣就是0 w1w2 0w1w2可以接受嗎 這個 這裡 你把它轉置了以後 這個你轉置了以後 這個先 你隨便乘怎麼乘都可以了 無論如何他第一個乘出來就是0 對不對 第二個是留下中間那一項留下w1 這兩個相乘一定會剩下0w1w2對不對 然後這個東西再乘上他自己 那就剩下w1的平方加w2的平方了 所以我如果大d設計成這個樣子 b乘上b就等於這個式子 可以接受吧 接著大a要怎麼設計呢 大a比較麻煩 大a需要設計成這個樣子 你現在仔細看一下他是怎麼運算的 來 你現在y你先全部乘進去 y你先全部乘進去 ywx加上yb y要先全部乘進去 加上yb這件事情 你看哦 這個東西乘上他 等於什麼 y乘上b 加上y1乘x1乘上w1 加上y2乘上x2乘上w2 這一行跟這一行是不是完美的對應了他 可以接受吧 以此類推你只是把樣本換掉 把他改成y2系列了 第3個樣本第4個樣本 可以接受嗎 所以如果你要用二次規劃的套件 來解這個問題的話 你只要產生一個a矩陣 而這個a矩陣裡面有樣本的信息 可以接受嗎 這四個數字 都要大於等於b0 對不對 都要大於等於1 可以接受嗎 這每一個數字都要大於0 實際上在解二次規劃的時候 你還可以規定這邊有個數字要大於2 但是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是二次規劃裡面 一個比較簡單的特例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你覺得很難的問題 已經是二次規劃裡面的一個特例了 比較簡單的解 所以如果我把大d 小d 大a 小b 填入這些數字 我就可以求出b w1 w2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做一下 好注意哦 你看我的d matrix 我們現在給大家看我們的d matrix 長什麼樣子 我們d matrix 現在是先填上個small value 這個small value是為了在求矩陣的時候 你給他求這個是沒有反矩陣的 這個會很麻煩 所以我先給他加上很小很小的數字 會造成我的那個等一下求解的時候 有一個很小很小的誤差 但沒有關係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接著 我做完這兩件事之後 我的大d matrix 這些這些數字我可以把它視為0 你可以接受嗎 啊這是1 所以這是我的大d matrix 是不是跟我剛定義的一模一樣 接著 我的大d matrix長成這樣 這是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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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接受嗎 好接受 我的 我的D Vector 就是輸入這個 全部都是0可以接受吧 我的B Vector 全部都是1 好我現在把D Matrix D Vector A Matrix B Vector 全部丟進soft.qp 這個函數裡面運算 我們來看答案 看到了嗎求出來的解就是你要的對不對 求出來的解就是 B W1 W2 這是我想要求出的那個解對不對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1-11 是這一個樣本的最佳解 所以我花了一些時間 你可以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畫線 就是我這只是把 我這只是透過一些遺項 把A A0 就是A跟B 就是你要算的時候總是要AX加B 對不對 你才有辦法畫線 你要畫線你就要用AX加B 透過一些遺項我把它算出來而已 好 所以 如果你的 FIT Solution 如果你把它當做你的係數的話 你可以透過下面這個方程式把它線畫出來 下面這些語法把線畫出來 你可以把一整包整合成一個完整的求解函數 變成這個樣子 注意這個求解函數喔 輸入X1X2跟Y以後 我可以先按照我剛剛的定義 把D matrix跟A matrix求出來 求出來以後 我可以把它丟進Solve.qp這個函數裡面得到的Solution 接著我畫圖把它畫出來 所以這個My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是我的一個 我自己做的一個就是 我自己做的一個就是組合函數 你給他X1X2跟Y 我就可以把它畫出來這樣 懂我意思吧 好我們可以換一下不同的樣本喔 你如果用剛剛的樣本 你畫出來是跟剛剛一模一樣的 這樣可以就是 00 然後這是藍色 22藍色 20紅色 30紅色 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 可以可以可以 你可以換樣本喔 你多換幾個樣本也可以 好 隨便你怎麼換 他都可以找出那條線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我們現在 要請大家做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 你就用這個函數 你等一下直接貼 直接複製貼上這個函數 然後 你現在已經知道他是 他是怎麼運作了 就你給他兩個X一個Y 他就可以找出 找出一條線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請你比較一件事情 就是 請你用IRS的資料 你用IRS的資料 你可以獲得X1 X2跟Y 好這個 你獲得 你用這個資料 然後你用買Support Vector Machine 你可以把它割開嘛 對不對 請你比較 Support Vector Machine 跟邏輯思惟規的差異 邏輯思惟規規你要怎麼做呢 X1跟X2對Y做預測嘛對不對 對不對 做完之後 你是不是可以得到他的 Coefficient 那 他的A 跟他的B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畫出來 然後比較一下 這兩個可不可以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那你可以試試其他樣本 好不好 來 我們這一題 結束之後 要問大家這個問題 到底 Support Vector Machine 跟 這個 Support Vector Machine 跟邏輯思惟規有什麼差別 你做完之後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答案 然後試著組織一個 可以回答我問題的語言 好不好 那就這個樣子 好 那個各位可以試試看 就是 如果你 用我們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你畫這個圖是可以畫出來的 對不對 那 邏輯最貴可以 那 看起來可以對不對 他們的線好像長一模一樣 你覺得他們的線是不是長一模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假設這個A跟B A跟B是-3.27跟1.19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Support Vector Machine解出來 喔這個沒辦法這樣看 好沒關係啦 就 就 我現在把它Print出來好了 Print 好 再一次 好 3.29跟1.2 這個非常接近啊 這兩條線非常接近對不對 就這條線 跟這條線 跟這條線幾乎是一樣 好 那如果我們用這個樣本 那這個樣本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如果用邏輯所以龜做的話 好我們可以得到這條線對不對 這是我們用邏輯所以龜做 因為語法完全沒有改 我們可以得到這條線 那我們就用Support Vector Machine做好了 他說做不到 好那 那其實 原因也很簡單 你在這個樣本裡面找到一條 可以完美切割所有點線嗎 找不到 對不對 所以他無解是很正常的事嗎 可以接受啊 真的就是無解啊 所以這樣看起來Support Vector Machine很爛對不對 可能原因很簡單 你需要滿足所有這個條件 但是做不到 好所以我現在開放問題啊 就是大家隨便想要怎麼回答都可以 請問一下 大家 比較Support Vector Machine跟邏輯是違規 那大家有什麼感覺 隨便講什麼都可以喔 好啦來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就這樣你要講話對不對 我就是隨便你就比較這兩個方法 你想要做任何comment都可以 不見得要 不見得要就是 不見得要什麼具體啊 Jerry我剛剛看到你抬頭了 你要不要講話 好不好 HVM是 就是我們參考 Support Vector 那個 最近的那些點 對 然後LR 全部的點 都可以 講得很好 這個 這個 這個講法非常好喔 好不好 還有沒有人要比較的 這個加一分啊 好不好 這個講得很好 還有嗎 沒有人要講 大家只看出這個差別 還有看出 當然剛剛我們DEMO的最大的差別 就是 目前Support Vector Machine是沒有辦法處理 無法完美分割的狀況 對不對 還有沒有 我覺得剛剛他講的很好 就是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我們這樣 我們這邊隨便多個幾個點 假如說像現在這樣子 他可以完美分割了 對吧 那我這邊 如果要多幾個點 他可能會有一點小幅度的影響 對不對 雖然說可能還是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可能在這裡的所有點 機率已經幾乎都是1了 機率可能幾乎都是1了 所以你機率乘上1 在這裡 他也不會提供任何Loss 除非 在這上面的點 可能會提供一些Loss 機率等於1的話 取Log就是0 那0乘上Y 那就還是 就沒有Loss了嘛 好 那邏輯稅規 可以應對 沒辦法完美分割的狀況 有不容易在慢慢處理 不行 其實還有一些他們之間的差異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這個 羅基斯回歸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 他去描述這中間的這些區域 他描述這中間的區域 這個圖沒有秀出來 他描述中間的區域的機率 是不是一個0到1之間 就慢慢慢慢 可能這裡是0 那慢慢的就上來 這裡是1 可以想像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雖然有可能很懂 但是他是一個連續的階梯狀 對不對 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跟State Function一樣 還記不記得 我們在 那個什麼 就是 兩節課以前 我們講說神經網路 不能用 不能用State Function 主要的關係 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他沒罵為分 可是 這裡我們是不是類似用的State Function 這裡是一個機率上直接的提升 沒有 沒有什麼 就是 他沒有什麼 模糊的空間 也就是說我之後在輸出預測的時候 我之後在輸出預測的時候 我只能說這是 這個是紅色或藍色 我沒有辦法輸出 這個是紅色的機率是百分之幾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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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這個特性 沒有辦法輸出機率 只能輸出是或否這樣子 好 當然就是 你們現在學到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是最初階版 所以他現在功能很受限 現在甚至比邏輯智慧歸還不如 等一下 我們這節 我們為什麼support vector machine 要上兩節課 就是因為 他的數學遠遠不止這些 好我們要精靈擴展 好 我們這邊要講個很神奇的東西 叫隊友問題 什麼叫隊友問題 就是 現在這個東西 現在這個東西他是線性的 他沒有非線性的 你們應該同意這件事吧 至少你們還看不出他畫的曲線 對不對 那 注意 所以說現在他比起邏輯智慧歸 他是沒有任何優勢的 他沒有任何優勢 那 甚至他還有劣勢 就是如果樣本無法完美分割的時候 他沒辦法做的 所以現在啊 我們要先把他做一個擴展 我們先把他做一個擴展 把他擴展成隊友問題 什麼叫隊友問題 就是 我等一下解另外一個式子 跟解這個式子 他的答案是一樣的 這就叫隊友問題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把它換個講法好了 就是 如果從 這個國中數學的角度來講的話 就是 我解 y等於 2x加3 這個 這個式子 如果要求解的話 完全等於 y-3 等於2x 兩個式子是完全相等的 可以接受吧 我只是做一個簡單的一項嘛 對不對 所以隊友問題就是 等一下我要把這個式子 換成另外一個 完全 相等的式子 他們兩個求出來答案會完全一樣 好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現在要做轉換囉 好 那我需要用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你們絕對沒有聽過 叫拉格朗的乘數 一樣啊 這個 這個東西很重要 所以我會很仔細的講 雖然說一樣 這個學校 沒有任何一節課會教 教你們教到拉格朗的乘數 還是你們有人學過了 沒有聽都沒聽過對不對 除非你有重考啦 你可能從什麼 台大數學系重考過來 那你可能會看過這個東西 不然不可能 你們不可能聽過拉格朗的乘數 但是 我跟大家講這個東西我會好好教 因為 我不教他的話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會沒辦法理解 那大家來看一下拉格朗的乘數是什麼 好 首先 我們先做一個轉換 這個轉換非常簡單 就是我把這個式子 轉成下列這個式子 這只是做一個遺項而已 我把這個 這一包 這一包移到右邊來 所以可以轉成 1- y 乘上 wx 加b 小於等於零 這個式子可以接受吧 我把這一包做遺項 這個式子可以接受吧 可以嗎 但是這個式子 絕對是小於等於零的 對不對 好接著 注意我做了一件很神奇的事 假定有一个数字叫α 这是一个新的未知数 这是一个未知数 注意α是未知数 α 是我要求解的东西 这个α 它就是拉格朗克的乘数 这个α 它必然大于等于0 这是我给它的限制条件 α 必然大于等于0 那这个α乘上这个必然小于等于0的东西 它是不是最小 它一定会小于等于0 报称这边忘记加上等于 如果有一个α 注意这个α是每个样本都有一个α 因为每个样本都有一组x跟y 所以每个样本都有自己的α 所以假设我有一个数字α大于等于0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不是必然小于等于0 所以我可以把整个式子改写成 1 2 的W 内积加上Sigma 把每个样本的α 跟它的后面这一包全部累加在一起 这是我的优化式 然后我要最小化它对不对 这个东西我要最小化嘛对不对 我本来的式子是要最小化它 我现在假定α 也不是假定啦 我给它一个限制 就是如果所有的α都是大于0的话 大于等于0的话 这个式子 这个东西 它必然小于等于0 因为后面这一包是一个负数 可以接受吧 我先把它写在一起 我先把它写在一起 这个时候Y跟X是已知数 B W跟α是未知数 我先把它写在一起 我还没有说我要对它求什么东西 但是我先把它写在一起 这样总可以吧 我先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要引入α 我希望把下面这个东西消掉 这样懂我意思吧 我不喜欢这个讨厌的东西 好那注意一件事情哦 我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的优化目标 我还没有讲我的优化目标哦 优化目标是 找到一组最大的α 在同时找一组W跟B最小 我希望让α越大越好 但是W跟B越小越好 为什么我要写成这个样子呢 因为 我要满足这个式子对吧 我要满足这个式子 就是我要满足上面这个式子 我的α如果都等于0 我的α假设都等于0的话 那我是不是这一项就不用看了 这一项 负很多也都可以 对不对 但是因为这一项 他 这一项 他有时候是0 有时候是负很多 对不对 有时候0 有时候负很多 根据不同的样本不一样 对不对 如果在0的时候 我的α是不是就可以很大 听懂我意思吗 当这个式子等于0的时候 α是不是很大 都可以很大 这个乘起来也是0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那当这个式子他小于0的时候 那我这个α 是不是就可能要很小 我这个α就希望他最小是0 对不对 我就希望他是0 这样乘起来是不是还是0 这个式子等于0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 他在那个虚线上对不对 他是support vector 这个式子很小的时候 那这个α 我希望他等于0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希望先找出一组最大的α 然后再最小化 W跟B 这样子我求解出来的式子 注意哦 α大于0的点 就通通都是support vector α等于0的点 就通通都是 通通都是那些不重要的点 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 好看着我新的式子啊 好这个式子有个特点 我已经写在这里 我想要找到一组最大的α 最大化该 找到一组α最大化这个式子的话 我要先最大化这个式子 再最小化WB 好那 我就需要 保证 我刚刚讲α大于0的都是support vector 因为这个式子 后面这一包会等于0 这样可以接受 因为这样才会大 才会尽可能大 好 那 这个就是为什么 α大于0的那些点 比较支持向量 好这个就是在虚线上的点 这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好 我的优化目标长这个样子 我优化目标长这个样子 我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式子他还是不好解 他还是不好解 他没有约束条件 他看起来没有约束条件 可是他不好解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多了一个位置数 就是α 这个α也是位置数 而且我说他每一个sample 有一个α 那我没有什么办法好好解他 但是如果我把它交换 如果这两个可以交换的话 那就可以好好解 为什么 因为这个式子 这整个式子 如果我把α当乙之数的话 假设α是乙之数 这个式子我如果要求最小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用微分啊 我可以求W跟B的偏导函数啊 因为他现在没有约束条件了 所以我可以用微分嘛 懂我意思吧 听懂我意思吗 如果α是乙之数的话 这一包 我是可以用微分去解的哦 如果我想要求W跟Y等于多少的时候 这个式子会有极值 我是可以用微分解的 因为他没有约束条件 听得懂我意思吗 所以假设我的α跟B WB 这两个可以交换 假设他可以交换的话 我在里面就比较好解 那我最后再来考虑α 这样懂我意思吧 那他可不可以交换呢 他可不可以交换 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交换 首先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这个这个式子是我的求解目标 对不对 这个式子是我的求解目标 这个求解目标他绝对大于等于 不考不考虑α 就是最小化这个可以接受吧 就是现在的α我不管他是多少 现在这个这边我有限制α 对不对 这边我没有限制α 所以我找出一组最大的α 然后再最小化WB 那绝对大于等于 绝对大于等于 直接去求WB的最小值 对不对 可以懂 可以懂意思吧 这个可以理解 毕竟我们本来就在 本来式子里面 我们要最大化α 你现在少了一个最大化的工作 那这个式子绝对大于任意的α 这样可以 好 那这样你 所以说 这个 我们现在 这个式子 我现在把α放在外面 α在这里 我现在把α放在外面 我现在把α放在外面 那我是不是可以等于我的α 随便找一组 我先随便找一组α 先 因为α 我必须α 要是乙之数我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这样可以吧 我先随便找一组α 最小化WB以后 那我再找最大的α 来最大化 这个绝对也不可能比本来的式子大 因为这个式子比他大 大于等于 最多就是等于了 这样懂我意思吧 这个式子大于等于他 所以我这个东西求出来的东西 即使在最大化 也不可能比他来的大 所以 这两项交换 带来的效果是 这个绝对大于等于他 原式 新式 绝对比 原式来的 就是这两个式子 这个关机式 你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逻辑推道可以听懂吗 那这两个式子 这两个式子 到底 我可不可以直接求这个式子呢 我到底可不可以求这个式子 我们来看一下 想一下 其实可以 为什么 因为这个式子 他绝对比原来的式子来的小 这个式子绝对比原来的式子来的小 可以接受吧 那我们是 可是我们本来就是要找一个 我们本来就是要在这里面 找一个最小的那个值啦 我注意哦 现在我说这个等式成立的前提是 我现在还不知道 B W跟α 分别要写多少 但是 这个等式是绝对成立的 可是我要找的目标 就是那个最小的这个东西啊 这是我要求的目标 就是我希望要最小的那个W跟B 对不对 这个式子我需要求最小 所以这两个相等的 我求这个的最小 一定他最小 一定就跟求这个完全一样 这样懂我意思吗 这跟我们前面 这个是逻辑啊 这跟我们前面在 解 我们在给约束条件之后 我变成要求这个答案是一样的 这样听懂我意思吧 我现在 说这个式子绝对比他大 所以这个式子 我要求最小的话 一定 会不小心 会求到他的 因为这个一定比他小 这样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要求这个的最小话 一定会 得到他的答案 因为他比他小 我都要找最小的 所以我跟找他的最小意思是一样的 如果有一组这个比他来的大 那这不是我要的答案 我要的答案一定是他的 所以我可以直接解这个式子 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刚刚说 这个式子我们可不可以交换 答案是可以 我可以交换 我花了一些时间 在演绎这里的逻辑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式子在里面的话 我可以直接去求 B跟W的微分 当这个两个微分等于0的时候 导含数等于0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我的极值 可以接受吧 这个好不好 如果你不管阿法 反正阿法现在是随便组 对不对 你现在不管阿法的话 这两个我会直接求 哎 球出来也蛮好球的 这个我球B的微分 这是不是常数向丢掉 可以接受吧 这个 在多少在哪里 这个B 这个B 是不是相当于是长成这个样子 我把这里展开之后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B的微分 是不是就是 負 阿法 Y Sigma 負阿法 Y 是 这个等于0的时候 是不是我的第一个式子 这是我 我在做偏微分 这个等于0 并且这个等于0的时候 这个东西 会有极值 这样可以接受吧 这个式子是什么 W 我一分那就是 α Y 跟X 注意前面还有个W 这个是W的二次式 对不对 W -Sigma α Y X 等于0 这两个式子成立的前提下 本式有最小值 本式有极值 可以接受吗 我如果要 如果α是 为比之数的话 要求B跟 W 何时有极值 就是 对他求偏微分 偏微分 偏微分的式子等于0的地方 就是有极值 所以 透过微分方程 我们得到了两条很重要的关系式 哪两条呢 第一个 我把这个负号去掉 应该没有问题吧 Sigma α Y 等于0 和 W等于 我把这个移向过去 W等于α Y 这样可以接受吧 也就是说 我本来是要求W跟B的 我本来是要求W跟B的 现在我发现W跟α 是可以有一定的关联性 W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B可以写成什么样子呢 注意 B可以写成什么样子 B等一下我们再来写 但是 这两个式子 α 这个α 跟α 跟Y 还有α 跟W 是可以写成这个关系式的 好我们先来 先来把这个式子 把它做一个扩展 我们先不要管B 但是W可以被我们换掉 对不对 W是不是可以被我们换成这个东西 好你现在看着 原式等于这个样子 那 W 我先把它全部展开来 我这个只是把它全部展开 这个可以接受吧 就是 把Sigma把它丢进去 本来是先 加起来再Sigma 现在变成分开做 然后再Sigma 这样可以接受吧 接着 我把W移出来 B也移出来 W跟B我都移出来了 WB 我只是把 因为B跟W是常数 所以我可以移出来 这样可以接受吧 注意件事情 后面这个东西是不是0 后面这个东西是0 可以接受吧 前面有关机式啦 所以这一项可以直接删掉 因为这个东西是0 所以这一项可以删掉 可以接受吧 那因为 W等于Sigma AlphaYX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式子 这个东西直接换成W 我把这个东西换成W 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你发现这两项是不是可以合并 变成-1的W内积 再加上Sigma 可以接受吧 等一下W可以换这个 W可以换这个 所以是不是可以把Sigma AlphaYX 再乘上Sigma AlphaYX 它可以被换成这一大包 我这边只是把W和这个东西 把它做一个 把它做一个整理而已 所以现在式子写成这一步以后 我的原式 是不是就不存在B跟W 我是不是现在只要求Alpha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而等一下我怎么求B跟W呢 等一下我再利用这个关系式 求出W就好了 如果我有Alpha 我就可以求W 对不对 B我还没讲我们等一下再说 这样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要解这个式子 是不是等于要解这个式子 可以接受吧 好 那注意一件事情哦 我现在已经把这一包 因为这个要成立嘛 所以我解这一包 等于解这一包 Maxima 找一组最大的Alpha 让这个东西成立 听懂我的意思吧 来看着哦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负号 把它丢掉 变成最小化这个东西 最小化这个东西 最小化这个东西 可以接受吧 注意一件事情 我最小化这个东西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什么条件 Alpha Y 要等于0 Alpha Y 要等于0 是这里给出来的条件 否则本事不成立啊 否则求这个和求这个 意思没有一样哦 Alpha Y Sigma 要等于0 并且所有的Alpha都要大于等于0 如果Alpha没有大于等于0的话 我没有办法做这里的转换 我这个本身这个式子写起来就有问题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有两个限制条件 Alpha Y等于0 并且所有的Alpha都要大于0 然后我要最小化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又是一个二次规划的问题 我换了半天 它还是一个二次规划的问题 只是我本来要求的是W跟B 现在变成去求那个Alpha 求完Alpha之后 我再去计算W跟B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至于为什么要换的这么麻烦 这对于我们以后的扩展有帮助 这个我们就 你就先接受这件事情就好了 那我要怎么把 这个问题改成二次规划的问题 来看着哦 我们注意我们现在的Alpha Alpha是我们要求的东西对不对 所以Alpha跟B是一样的东西哦 Alpha跟B是一样的东西哦 Alpha就是Alpha1 Alpha2 Alpha3 Alpha4 每一个样本有自己的Alpha 这样可以接受吗 然后我们 Alpha要乘上 YY 再乘上XX 这样才能Sigma 起来嘛 才能内积起来嘛 所以我们的低矩阵 就是Y1 Y2 X1 X2 Y1 Y2 X1 X2 Y1 Y3 X1 X3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全部 Y的矩阵乘上X的矩阵 他必须长成这样子 这样子 我们B乘上这个低矩阵的时候 就是Alpha1乘上这个乘上这个 乘上这个 这个全部都乘上去了 这样可以接受吧 然后这个东西再乘上Alpha1 这样可以接受吗 这样 低矩阵他必须长成这个样子 好 你如果 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啦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Alpha 然后 我的低矩阵必须长成这个样子 接着 这个是按人数相乘符号 这个是矩阵乘法 好 低矩阵呢 注意哦 你现在后面要减上个东西哦 减上Alpha哦 所以你要减上E乘上B E乘上B 就是减掉Alpha 这样可以接受吧 我本来D是0 我现在D全部都是1哦 接着 这里的AB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你有两个条件要成立 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把这两个条件塞进同一个 A矩阵里面 注意哦 第一个条件是 Y 这个东西 乘上 这四项乘上Alpha Alpha1 Alpha2 Alpha3 Alpha4 Alpha1乘上Y1 Alpha2乘上Y2 Alpha3乘上Y3 Alpha4 乘上Y4 然后Sigma 这是不是就是这一包 这一包 对不对 这一包 要等于0 这些东西 要等于0 大于等于0 这样可以接受啊 接下来下一个 Alpha1乘上Y1 加上全部都是0 所以Alpha1 要大于等于0 这样可以接受吧 Alpha2 要大于等于0 Alpha3 要大于等于0 Alpha4 所以我的这一包 是不是 我如果把A矩阵设计成这样子 B矩阵设计成这样子 B vector设计成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同等于这两个条件满足 当然有个地方不太一样 我变成这里大于等于0 这样懂我意思吧 因为 A矩阵乘上B 要大于等于B vector 那B vector全部都设计成0 A矩阵设计成这个样子 那他就会满足了 这个大于等于0 这个大于等于0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看这样有没有问题啊 但是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式子换成二次规划式 好换了以后注意哦 我们这个数字要等于0的话 我必须下额外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 这个 2次4的这个条件 好如果你给他下一个 MEQ等于0的话 等于1的话 他就说第一个条件必须相等 这是特别为了support vector machine 设计的哦 好这样我就可以拿来做support vector machine 了 来你看着哦 我的第一矩阵长成什么样子 我的第一矩阵 长成了 y y xx 然后再累成起来这样可以接受吧 这就是我刚刚的第一矩阵哦 那我的A矩阵呢 我的 等一下我的网路断线 我靠现在我的学校 学校网路断线了 好 没有关系啊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反正我我等一下要求我的二次 二次规划 我会求到每个α 对不对 哦终于出来了好 我的α 我的A矩阵 我的A矩阵就是 Y1 Y2 Y3 Y4 然后 对角矩阵 好 我接着可以收服的QP了 我的D vector 全部都是E B vector 全部都是0 这样可以接受吧 好 FIT做出来以后 我可以得到我的solution 我的solution就是 第一个样本的α 第二个样本的α 第三个样本的α 第四个样本的α 可以接受吧 注意件事情 前面三个是support vector 我们早就知道了 对不对 看到了吧 他是大于0的 不是support vector 就是等于0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求出来解 我们是同意的 我们要怎么求W向量呢 这边我们可以得到W向量 对不对 这里我们可以得到W向量 就是SigmaαYX 我们可以得到W向量 接着有一个重点哦 注意不要忘记原始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s给的条件哦 就是Y乘上WT 再乘X 再加B等于1 所以说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我们要同意哦 所以说注意这个Y 这个Y 我们是可以直接 因为Y一定是 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仪向 把Y丢 就是我们可以 Y一定等于1或-1 这样可以接受吧 所以Y 把它丢到这里来 我可以把它变成 这个一起除以Y 这边是Y分之1 可以接受吧 可是Y分之1一定等于Y 对不对 因为Y要么等于1 要么等于-1 所以我这边可以把它改成 WX加B等于Y 可以接受吗 WX加B等于Y 然后 我可以把这一项移过去 所以B等于Y-WX Y-WX 可以接受吗 有点复杂 但是应该可以理解吧 好 好所以 我现在可以把W等于 Alpha A 乘上Y乘上X 再Sigma WB B等于Y-X 再乘以W 所以 我现在可以得到我的W系数 W多少 1-1 1 这数字 无限区近1 无限区近1 很接近的 这样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求W跟求Alpha 是一样的意思 我可以把这两个式子 可以互换 我互换的那么麻烦 是因为 是因为 是因为等一下我要做 我要做 我互换的那么麻烦 是等一下 我要做一些 比较 进阶的推导 我下一节课还要做进阶的推导 可是你注意一件事情 当我把整个流程改成这样 就是我改成求Alpha 之后 刚刚 刚刚我这个Sample 是不是无法做 我刚刚这个Sample 是不是没有办法做 就是 无法完美分割的那个Sample 我是不是没办法做 你现在把 无法完美分割的Sample 拿来做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就是新版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你会发现它可以做咯 你会发现它可以做咯 这个 我不知道 那个网路断线了 我没有办法做好不好 你会发现它可以做了 但是我刚推导的时候 是不是有问题 我刚推导的时候 我还是得满足完美分割的条件啊 我刚推导的时候 是从完美分割衍生过来 对不对 可是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 这个市值是有潜力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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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还没揭示 为什么它有潜力 我下一节课会讲 我数学推导 是不允许刚刚发现这件事情的 可是我把市值 转成这个方式以后 刚刚没办法完美分割的问题 是没办法做的 现在变成可以做的 只是 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现在一定很疑惑 因为我下一节课才会推导这个部分 但是你几乎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就是下一节课我的推导 市值一定会完全等于我们现在的市值 虽然 所以无法完美分割的市值 和可以完美分割的市值 答案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好 下一节课我们会介绍 软边界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然后去了解数学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做一件事情我们要 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利用套件做support vector machine 你搞了半天 你现在才能用套件来做 为什么 因为套件做的 套件求的是α 套件不是求W 那为什么套件求的是α 因为未来我们要扩展到无限多维 大家想想看 如果你是有无限多维的话 你可能列出无限多像的W W不可能有无限多像 所以你一定是得做转换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们现在 来注意哦 我们现在 做support vector machine 的时候 注意这里有一个 type 等于 c classification cost 等于 10的5次方 这个cost 是什么东西 我们下一节课才会讲 这就好像我们之前在教 soft soft max regression 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用GLM net 那个函数 然后我们先定了一个什么 啊什么 浪达等于0之类的 然后我说你们先不要管 我们叫elixi net 的时候会管 好 所以注意哦 我下一节课会讲这个cost 是什么 这就是软边界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要用的参数 但是我们先不要管它啦 我们现在先设一个很大的数字 反正就是要忽略它的意思 好 注意我们现在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我们求出来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看不懂 support vector machine 里面有什么 有个东西叫sv 这个sv是什么 support vector是哪些 support vector是00 22 20 这三个点 这样可以接受吧 来 coefficient是什么呢 这个coefficient不是w 是α α1 α2 跟α3 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求出的是α 三个support vector的α 分别是α1 α2 α3 这样可以接受 接着 这是我们的拮据 负拮据 这是我们的b 也就是我们w0 w0的负数 他已经帮我们求出来了 透过这个方式 support vector machine 的α 注意w怎么求 w等于 α α就是我们刚求出来的套件 那个值嘛 对不对 α乘上y乘上x α乘上y乘上x 我们可以得到α α就是coefficient 乘上support vector machine 的那个值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再乘上y y要码就正1 要码就-1 这样懂我意思吧 那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 w 这样我们的w w0 w1 w2 就是我们要的那几个数字了 这样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 我们用e107 这个套件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α 然后可以重构我们的 这几个线 这样懂我意思吧 那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 用套件做support vector machine 需要知道基础知识 也就是他求出来的东西是α 那你如果要α 求出 那一个 就是那一个 就是你如果丢一个新的点进去 你是需要用 先用α求出w跟b 你才有办法去计算 这个到底是个正样本 还是个负样本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那当然啊 就是你这样做完之后 你也可以拿来做这个 就是刚刚的那个样本 那个过程是完全一样的 你只要有x1 x2 跟y 你就可以用这个样本 求出w 求出w 你就可以求出w0 w1 w2 然后接着去计算你的新样本 到底是什么 这样懂我意思吧 predict这个函数啊 如果你用54带进来 你得到的答案 意思一模一样 这样懂我意思吧 内建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画画出来是一样的 这一节课我们不讲套件 因为今天讲套件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意思的 这样懂我意思吧 你直接用predict这个函数predict出来的结果 这个你也会嘛 对不对 但是你不懂里面怎么做的 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本身没有系数 他只有α 而我要怎么用α 求出这个predict的value呢 我需要透过刚刚那一套 那一系列操作 我还是得先求出w 我才能够去计算 可是你注意一件事情哦 我在求w的时候 其实我只有用到x跟y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是透过α 跟support vector machine support vector 去求出新的预测值 我没有用到w 我可以先求w 但是我也可以不用w 就可以透过α跟y 你注意我们刚刚 我们如果要求一个新的点的预测值 是不是就是把新的点乘上w 再加b 就得到答案 可以接受吧 可是我是不是一定要求出w 不一定哦 我也可以把w 视为α和support vector的结合 对不对 所以α加support vector 再乘上w 乘上新的点 我就可以知道我要答案 现在是不是没有w了 这是support vector machine 的一个重点哦 好那个 至于怎么算 这个因为我们今天上课 已经结束了 我们请大家 大概了解这个原理就好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小结是 我今天 告诉你support vector machine 它的数学是什么 最终透过对偶问题的求解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求的是这个东西 是这个东西 这样懂我意思吧 然后我求出来的是α 那我如果要计算一个新的样本的预测值 我用的 如果我用以前的观念就是 我的新样本的x1x2 他要乘上他的系数w1乘w2 对不对 然后最后再加上b 这就我可以得到我要答案 对不对 但是我知道那个w 是可以写成 α跟y 和support vector的关系 所以说 我现在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在出现答案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我是用 新样本乘上w加b得到答案 实际上我是新样本乘上α 乘上support vector得到答案 这样听着懂我意思吧 这个过程很重要 而我下一节课 我要利用这个过程做无限多维的扩展 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做二次规划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矩阵低 本来我们的二次规划 本来我们的二次规划 本来我们的二次规划是指在这里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要求的是 这个向量对不对 如果你投影到无限多维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不可能无限多像 我们假设可以投影到无限多维 我还没教你们怎么投影 但是假设你特征工程 想要做无限多次特征工程 这边不可能无限多 所以做不到 对不对 现在 W被藏在这里面 对不对 W被藏在这里面 但是我要做二次规划的时候 这里 我要求的是R法 对不对 你的样本一定是有限多个 样本不可能无限多个 对不对 可是我的W现在可不可以无限多像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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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有可能有无限多像 虽然怎么样让他无限多像 我们下一节课再讲 但是现在我要求的时候 W如果是无限多像 其实我是可以求的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吧 我有机会求 这样听得懂 因为我其实要求的是R法 我没有要求W 以前如果W是无限多像 是不可能可以求的 所以今天 我交了半天 我现在有机会面对无限多位的高位空间 我下一节课会好好的讲说我要怎么做 我今天上课基本上要上到这里 我花很多时间想数学 我相信大家是这样 就是对于每一小步 你们应该都可以接受 可是全部累积在一起 我希望你们花一些时间去消化它 我下一节课要用我最后一个扩展式 然后继续解 然后解出几什么东西 软边界的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我们今天欠了一个东西 对不对 我把它换成队友问题之后 那些无法直接 就是无法 得出完美分割边界的问题 我直接丢下去居然解出来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东西我下一节课会讲 第二个是我还欠大家一个东西 如何扩展到无限多位 好我们今天上课都上到这里了